道德观察 一名24岁的产妇 在剖腹产手术之后 将全家人带入绝望的境地 生死劫难 无法生育 一系列的后果 是医疗事故还是自身原因 谁来鉴定这其中的事实非非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女调解园 2013年的一天 在太原市的一座写字楼里 三名来客面带怒气 急匆匆走进一个房间 刚一落座便相互指责 因为你这个不负责这个事情 才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不良结果 因为苏前又抽了一根血 查了以后是不想 苏前没有 我们苏前没有自己相办检查 这位一直在申诉的男子 是患者代表 也是身边这位年轻人 小王的舅舅 他们是位患者 也就是小王的妻子来讨公道 小王的妻子今年24岁 2012年12月23号 入住当地一家县级医院妇产科 当日医院给他实施了剖腹产 患者承认是患者自己提出剖腹产要求的 但是他们认为医院的举措过于草率 而且在术后40分钟 产妇出现阴道大出血 医院没有与产妇血型相符的血液储备 在医方将产妇转到羊犬医院后 从医院传来的子宫切除的处置结果 令患方难以接受 要是转到这个省地上更好的医院的话 可能这个子宫不能进行切除 对 你这个说的已有道理 但是对我们医疗常规来说要救急 要救命要被救个气管 重要 山西省人民医疗调节委员会派出张云 担任这起医患纠纷的调节员 在听取了医患双方各自的陈述后 张云找到了纠纷的症结 他们到底应该不应该 他们到底应该不应该进行 这个医方的这个诊疗行为 规范不规范 这是一个分析点 第二个分析点 就是在咱们病人出现大出血的时候 这个救治方面 到位不到位 这两个分析点 从县级医院的医疗水平看 患者呢 因为大出血 切除了子宫 这他们能做到 之所以转院治疗 是因为医院呢 没有血液储备 患方认为呢 医院如果不草率地实施抛妇产 如果检查的再仔细一点 如果你准备好血液 它就不至于出现这么不堪的后果 那到底哪一方的说法 更接近事实真相 更符合医学的规则呢 在患方的质疑被医方逐一地解释 实际上是被驳回的时候 患方从复印的病例单上 发现了一个更为有力的证据 我们家属去要这个相关的 这个病例的复印件的时候 医院推托的时候 还没有准备好 大概又过了几天 又去找 反正总共也找了两三趟 那么最后呢 才给了我们 而且只复印了一部分 而且在这个复印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这个里面 病例就说 23号晚上 本身我们的患者呢 已经到 禁足阳泉是地震病院 就是转院到那边去了 但是为什么24号 还出现了什么 在那边做血清检验的报告 我就这个充分证据 当时这个血清检验报告 就没有做 患者在2012年12月23号 已经做了剖腹产 而且连夜转到其他医院 为什么24号报告单才出来 难道真的如患方所说 医院在没有血清检验报告的情况下 就贸然手术 造成一系列后果的症结 是不是就在这里呢 主要这个原因还是 我们这个原因 考虑它是自身的原因 因为五天前查这个 查血的时候 跟相识表情是正常的 就是相隔就五天 医方说 手术五天前 为小王的妻子做过一次检查 检查的结果一切正常 因此医院没有被写 豪福斯坦手术在 现级阅读的都是比较成熟的 应该没问题 常会的就不被写 就基本就下来就 很好都是 基本都是四五节都出院了 样儿 手术后 小王的妻子身体出现异常 血小板突然减少 要不然脱发箱减少 以后造成这个血一致凝固不了 就是它的伤口就不愈合 它凝不住 这是出乎你们意料的 对 它这个不凝血 事先没有查出来 检查出来 不是不能 事先那个 因为那个五天前 查的是正常 正常的 对 所以说我们超发血 没有结实再查 五天前检查的结果 与手术时突发的情况 相互矛盾 那么手术当天 是不是还进行了检查 为什么报告单的日期 比手术日期还晚了一天呢 因为说起来又抽了一会儿血 查了以后 说起来没有 说起来没有 这些相关检查 因为这个23号晚上走了的 那个检验单 因为晚上抽了的血 它有些东西不能做 标本要做到第二天 它这个做标本的时间 它这个电脑是 按这个时间调制的 就是24号做 就是24号才能做 都是标到24号 所以说它这个 可能这个时间性 和它那个抽血的时间 有点差异 对于医方的解释 患方不认可 他们坚持认为 24号的报告 是医院害怕患方找麻烦 后补的 你什么时间都去后补的话 那你说 这不是恰恰证明了 咱们数前当时 还是这个 这个程序上 存在一些漏洞 对不对 经过调查取证 张云认为 医院确实做了数前检查 对于患方在日期上的质疑 张云从医院之间 客观存在的差异 给出了解释 如果碰见三甲医院的话 它可能 十来分钟 结果就能出来 可是作为这个医院来说 它一天以后才能出来 差点在这儿 24号的报告结果 符合患者的身体特质 张云说 如果报告单能早出来 事情可能就会发生转变了 你都不认可 这个事情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实际上发不转之前 你把这个结果单 就放到他跟前 然后交代清楚 他肯定会认可这个事 针对张云的调查结果 患方认为 医方不应该那么快地去实施手术 张云指出 程序的合理 不等于现实中 就能够做到按部就班 做手术吧 他因为有 他有对象说的 患者也开始腐痛了 腐痛了 已经进入产生了 如果他不做抛妇产的话 他除非自己生 他又不愿意自己生 那这就是抛妇产 生孩子本来是件高兴的事 可谁也没想到 抛妇产手术之后 产生的一系列的后果 给小王一家带来了灾难 小王的舅舅说 小王他们家住在农村 这思想观念比较保守 全家都指望着 生个男孩传宗接代 这一次生了个女孩 但是更绝望的是 小王一家三代单传 小王的媳妇 这回由于生产 子宫被切除了 以后再也不能生了 面对这样的结果 作为小王夫妇的婚姻介绍人 小王的舅舅表示压力很大 因为咱们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他爸爸他们 他妈妈他们都现在 已经就等着人打垮了 而且现在咱们人还在医院 他们现在都忙不过来 所以说只能说 我跑过来帮忙 除了生育问题 小王的舅舅对于小王夫妇的未来 也很担忧 切除这个子宫以后 可能它这个衰老速度 就要比正常的女性 要快点 对不对 其实第二 你说作为他们这么年轻 刚刚去年 刚刚结了红 对不对 你说这马上 控制性生活这方面 你说 是吧 这个东西很东西 这个子宫本身也是 这是一个大本营 你说现在面临很多事情 你说孩子们以后 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 性生活不协调以后 会不会导致家庭出现矛盾 会不会整 这个就很难说 面对小王一家 对医疗处置的责问 和对未来生活的隐忧 一方坚持他们的做法 没有失误 我们觉得我们院方 还是复合处理的 复合医疗常规的 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参会人员的身份 这边是我们的医学专家 这边是我们的法律顾问 这是我们保险公司 大家对我们这个 鉴定委员会的成员 有没有要求回避的 没有 好 那咱们医患双方 现在介绍一下 自己参会人员的身份 患方这边先开始 双方各持己见 互不相让 调解员们决定 启动医疗调解委员会 另一程序 医学鉴定 那么鉴定结果 会给医患双方 带来什么样的心理风暴 调解员们说 令个别患者 情绪失控的场所 一是医院 二就是责任鉴定的现场 而发生在鉴定之后的风波 有时并不亚于医院现场 我们也不是我一个调解员 老师受这么多的委屈 我们每个老师真的都在受 每天都在受的委屈 我觉得是 但是我们还得继续做 每天还得跟他们去说 这些事 这位哭泣的调解员 叫杨雪梅 让他很痛苦的一次经历 就发生在专家鉴定之后 那天专家鉴定医院 没有责任 当时患者非常愤怒 就围堵了我们这个杨老师 家里边就是有几个人 把我们杨老师 一直围堵到这墙角上 换者的儿子是就站着 就拍在桌子 就啪啪啪地拍在桌子 然后那个 跟我说话就离得特别近 他那天也批妈带校的 心情也比较推动 哎呀骂我了 你要不给我处理好 我带你家给那个 当时也真的是挺害怕 但是当时没流泪 当他走了以后 我也就留下来的 我觉得真的是可为情 然而对于幻方家属的 极端行为 调解员们没有特别计较 他们了解到 幻方家属的特殊身世 便提请了人道主义帮助 这个孩子是 他父亲住院期间 他是在监狱放了 监狱待的 他觉得他挺愧对他父母的 就是想买一块 好点的墓地 一块好点的骨灰盒 这个我觉得人是常情 咱也能理解人家 作为人家孩子的孝心 在调解员的努力下 医院出于人道同情 给患者拿出了一部分补偿款 最后那个小伙子 都给我困下来了 说 哎呀阿姨 我错了 对不起 完了我们就签了协议 这场鉴定风波 虽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但每提到此事 杨雪梅的内心都难以平静 那么这次小王妻子 因剖腹产引发的医疗纠纷 会是什么结果呢 小薰 AB型 AB型 那住院你是告过他 那个医疗 因为他也没问 他没问 他花了多少钱 手术是在和 在我们县医院 做手 剖腹产人花了3000 在阳俱传 花了400 9点 在这个账户 经过医患双方各自陈述 调解员的调查取证 专家的医学分析 医疗调解委员会宣布了 鉴定结论 我现在宣读一下 山西省医疗就非人民调解委员会 人民调解协议书 一个就是 这个手术啊 有些过于的偏早 就是失忆症 还把握不太年 第二呢 就是说 考虑到他因为是 AB型血型 同时是RH阳型的 应该提前备好血 所以这个 因为本院没有 但是要联系院外 所以也没有备好 这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说 耽误了病人的抢救时间 鉴定的结果 医院负有责任 那么怎样安抚患方呢 患者就是说 对经济赔偿方面 可能数目还是有偏大 多少 他是可能要十来万吧 这样的话 根据我们这个医疗责任保险 可能赔护的经验 要与他有一定的差距 认同吗 认同咱们就是 医患双方 在甲方女方上签名 医院是责任方 患方又没有得到满意的赔偿 这个结果 应该说双方都感到遗憾 可是现场却出现了 大家握手言和的一幕 如果要是不来这儿的话 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 反正咱们 因为咱们是农村吧 这个人的文化层次也不高 那可能最直接的 就是去搞一些医院去闹事 对吧 这就是一个 就可能会组织家属 要是说那个途径行不通的话 可能就只能去法院告状 我们听说有的观察达到几年 他还支持的落实了下来 所以说这个走神 他一条为这个途径呢 我们所谓家属方面 认为是非常好的 对医院双方都有好处 对医院来说 他减轻了好多的 你看这纠纷 你家大的这个争议啊 或者更厉害的 有了冲突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这些都基本都消除了 通过第三方以后 双方当时见面 基本上的情绪 也不是太解冻了 然后把这个人的情绪的 那个缓一缓 这后面除了的 相对都比较买的一家 原来呢每年都有 这个大夫被打的 被刀砍的 被刑善件 原来每年都有 从近五年来我们没了 我们的公平公正公开 合情合法的这种手段 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 公平公正公开 而且是免费调解 所以来这寻求帮助的人很多 韩学军说 促使医疗纠纷 能够得到很好解决 除了得益于调解机构 创立的时间早 专业性强 还有俩因素 一个是把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 相结合 实现了第三方调解 第三方赔付 还有一个是创建了医院 投诉管理的第三方援助体系 他们派人进驻医院 帮助医院进行医疗纠纷的 接待调解 把这个防范的工作 放在第一位 其实制度创新之外 人就是主要的因素 这些军人出身的调解员 责任心强 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但是他们毕竟都人到中年 家里边都有老人需要照顾 可是他们跟其他的调解员一样 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他们喜欢这样的工作 在这里 他们找到了当年 当军人的时候的那种使命感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